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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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处可摘取种类繁多 而且样品前处理简单 是很好的实验材料 本影片着重在上机完后数据的整理能力 协助学生借由影片学习 能清楚知道如何进行数据整理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计划 現在最下面這一台是高壓幫庫 目前的壓力是大概在890psi 如果要看流速的話 我們可以按這個 scroll 的按鍵 往下按 好的 目前是每分鐘一毫升的一個流速 那在這樣的流速條件之下 它的壓力就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往上看 就是它的增檢儀detector 目前我們是液率數A 最大吸收波峰是416nm 此時管路所偵測到的強度是0.000000 很低 現在因為目前還沒有打樣品 所以它的 baseline 目前非常的平穩 上面這一台就是我們的移動項 我們是百分之百的甲醇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的禁止項系統 首先將這個 open 打開 我們的 color 是在一個恒溫的系統裡面 那這就是我們的注射區 燈筒從這裡注射進去以後呢 會經過六項拔進到這個 color 裡面 然後進行塵膝 打開數據處理記錄系統 打開數據處理記錄系統 電腦螢幕桌面是SISC的軟體 點選兩下 選擇數據摺取 按繼續 等候 按繼續 再等候一下 那大家看左上角有兩個channel channel通道A channel通道B 我們業率數是設在 channel通道A 點選進去 那給一個圖譜起始的檔名 例如給日期 然後你這一次打的樣品的時間 例如是八分鐘 還有你要注射樣品的數目是多少 例如五根 就選這三個就可以了 接下來按下一步 好那這就是檔名 他就會以今天的日期 然後最後面就是他的序號 他的序號會從0號開始 01234 所以總共五根 確定你的檔名沒有錯的話 選擇這個繼續儲存 好進來以後呢 目前就是儀器跟軟體之間 目前連線的狀態 螢幕的上半部 他的訊號的間距是-10到100的強度訊號 那下面是看細微的 他的間距放大-20到正20 大家可以看到基線目前的狀況非常的漂亮 他沒有很嚴重的訊號的不均勻 好那我們就準備上機了 接下來我們來抽取要上機的樣品 把針頭直接插入我們的液體 輕輕的把樣品往上拉 如果你有看到氣泡的話 再把它全部送出來 然後再慢慢的把鐵針往後拉 通常來回幾次 氣泡就可以感除了 到達你要的刻度以後 記得一定要把針拿橫 不可以拿直的 好我們準備上機 在上機以前 我們先檢查目前的數據系統 裡面的基線訊號 那我們從這個放大畫面就可以知道了 現在的基線非常的漂亮 準備上機囉 接下來我們來注射樣品 這裡有一個小洞 樣品注進去 把閥門到底 閥門打開 來樣品注射進去 閥門關起來 一關起來就馬上成熄了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訊號了 這個橫軸就是它的IT時間 單位是分鐘 縱軸就是豪福特 就是訊號的強度 那第一個訊號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就繼續讓這個樣品成熄 接下來我們來將上機後的數據 全部擷取下來 選擇下方的主畫面 數據處理 單一數據處理 然後把這一個畫面往下拉 就可以看到在work1 裡面我們所打的樣品 然後把你的檔案交出來 按確定 這就是剛剛我們跑完的數據 橫軸是RT 單位分中 縱軸就是強度 MV值 那怎麼樣把這所有的數據都下載回來呢 選擇上面有一個資料傳輸至 Excel 點選下去 打開Excel檔案 那在左下角 這是中文的工作表1 我們把它改成英文字 那再開一個表單 那現在把滑鼠移到Shoot1 現在再把數據打開 圖譜設定 圖譜我們要存在Shoot1 好那我們要存C圖譜 還有基線圖譜 按確定 有非常多筆資料 讓它儲存 有3001筆的數據 我們來打開Excel看一下 在這裡 A欄位就是RT B欄位就是存C圖 C欄位就是它的基線圖 那它RT時間單位是分鐘 那總共有3000多筆 好那我們現在再把滑鼠移到Shoot2 那現在再打開一樣 資料傳輸至Excel 我們要把波峰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放在Shoot2 那後面的東西就如畫面所示 都是我們要下載下來的數據 按確定 好用5筆按確定 看一下Excel就是這些 好Shoot2它的波峰的資料 全部都下載回來 總共有5根Pick 它的RT 還有RT下的面積 還有面積的百分比 高度 高度百分比 這些資料都已經被我們下載回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做數據的運算了 將所有樣品上機後的定性和定量資料 分別整理如磁表 液率素A標準品 綠藻定 線採樹葉 其分別RT時間 積分面積 先畫出液率素A標準品的線性曲線 而R平方值 越接近於1 表示儀器狀況良好 不同濃度標準品的RT時間 重疊度越高 表示定性再線性加 移動向和固定向的條件很穩定 以上兩個條件 R平方值和RT時間 若很穩定 則代測樣品的數據可信度就很高 將綠藻定和線採樹葉的積分面積分別內插至標準品的線性公式 即可得知代測樣品的上機濃度 然後將此上機濃度 反推出其原始樣品的濃度 公式如銀幕所示 若有該品牌綠藻定 液率素A商標值 或該樹葉的液率素A濃度文献值 那就可以進一步換算實驗準確度 公式如銀幕所示 期待你能正確整理出HPLC實驗的數據 這是非常重要的定性和定量實驗技巧訓練喔 祝你順利 我的歌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